一个月前,林更新站在自己母校前信誓旦旦,的说自己新学机要拿到奖学金,没想到林狗除了打游戏,对自己的学业还这么有追求,了不起,林更新拿不拿得到奖学金,我们不知道。 另外一边准大学生林妙可的官方网站发了条微博,只有一句话,一等奖学金是什么概念,没人会平白无故说这句话吧,于是有粉丝就很激动,得在评论里问,难道是我们林妙可拿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吗? 既然是好事,也没必要隐瞒了,官网小编也证实了林妙可,确实是get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,平时光顾着嘲笑人家的一品老气了,不知道林妙可在学校成绩竟然这么优秀。 网上流出了一份林妙可所在的南京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平定等级金额,一等奖的奖学金只有4%的比例,奖金有4000元,虽然可能4000元对明星来说连个包包都买不起,但是对在校的学生来说,可以算是巨额了吧,去年林妙可高考的时候运气真的不好。 第一志愿北电落选了,印象中明星们去参加各大高校的考试,几乎都是百报百中,唯独林妙可接连落选了几所学校,最后才被难以录取。 不过好在林妙可心态不错,入学之后被同学排到上课状态相当积极,一边听老师讲课,一边认真在做笔记,课后还在经常在图书馆看书留大,晚上还要去操场跑步健身, 感觉有种的肢体美劳全面发展,的好学生样子哈哈哈哈,多数明星,因为通告多,都不太常去学校上课, 而林妙可这种不仅上课还能得一等奖学金的,真的是要点赞。